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自杀失败后 意外拥有阴阳眼,结果被四只鬼缠住的故事 从小孤苦无一的上万 最终选择在一个小旅馆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 安眠药塞满了一嘴巴,结果发现没水喝 就连跳水自杀都被救了上来 看来倒霉的人连喝凉水都塞牙缝 这次进医院,上万还被怀疑精神有问题 因为他能见到鬼 而且不是一只,而是四只 分别是爱抽烟鬼,哭个不停的爱哭鬼 以及一个喜欢偷看护士群体的变态爷爷 还有一个喜欢吃零食的吃货小鬼 自从出院后,四只鬼就赖上了他 一路趴在背上,跟着他回家了 四只鬼都共用他的身体,天天喝得大醉 上万的身体很快受不了了 上度下泄后,上万忍受不了了 为什么非要对我这样,我真他妈的倒霉 晚上,上万被冻醒了 发现家里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 于是,上万找到有名的大师帮忙 大师建议,请神容易送神来 让上万哄走他们 为了哄走他们,上万愿意用尽一切可能 帮助他们完成各自的心愿 首先是帮助变态爷爷找到一个相机还给他的主人 而这个相机呢,在一个固执的老警察手里 一人一鬼,费了一番功夫才拿到了相机 在医院里,被变态爷爷上身的上万 将其还给了相机的主人,范莫 附身在上万身上,变态爷爷大快朵衣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老爷爷,慢点吃 这是什么感觉,那是恋爱的酸臭味 被变态爷爷上身的上万 一顿风言风语,把护士颜秀 秀得头皮发麻 变态爷爷的愿望完成了 现在轮到了吃货小鬼的愿望了 吃货小鬼尽显吃货本色 抢小朋友的糖,毫无志向的大口吃炸酱面 还中了一只超大糖鱼 这可把秀炎弟弟给馋哭了 第三个轮到了抽烟鬼大叔 他的愿望也极吧 是让上人去事故车场去偷车 毫无经验的两人 错了毫无经验的一人一鬼 给看门大叔抓了个正着 只能拔腿就跑 最终上人对看门大叔许诺 只要给他一次机会 他就会帮助看门大叔挽回他夫人的芳心 第二天,一人一鬼开始跟踪大叔的妻子 最终发现他的夫人因为大叔经常在家抽烟的原因 得了肺癌 夫人为了保住五个月的孩子 选择放弃治疗 大叔知道后非常自责 事后,抽烟鬼大叔终于得到了一辆出租车 抽烟鬼开心的开着出租车 载着上万到了海边 而他愿望只不过是到海里游泳 在海里抽烟鬼不断的叫道 上万怎么游泳 仿佛旅行某种使命一般 在岸边上 其他三鬼温馨的看着这一幕 回家后的上万从没感觉到如此温馨 当然,如果对方是人的话那就更好了 经经不做的上万还购买了许多漫画书 可是在开车的路上 上万因为无证驾驶被抓到了警局 在警局里 警察让上万通知叫直系家属过来处理 上万找不到人过来 落寞回忆之前的生活 他从小就是孤儿 没有家人的陪伴 所有照片都是独照 这一切都被严秀听到 善良的严秀非常感动 情不自禁地靠在他胸前 听听他的心跳声 这个把在场的警察看呆了 看来抱掩一下还是蛮有效果的 但是往而不来 非离也 上万也要听听严秀的心跳声 大家可不要学哟 这可是明目张胆耍流亡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 爱哭鬼的愿望 是给他喜欢的人做一桌子菜 最终爱哭鬼哭了一会儿 终于想起做饭给谁吃了 在去医院的路上 爱哭鬼笑得很开心 他想邀请的是秀妍 这时一位病人看着上万和秀妍聊得很开心 他自称是秀妍的父亲 可是秀妍却对他并不感冒 上万觉得秀妍对他的父亲态度很不好 因此两人发生了争吵 回到家里 上万很不开心 开始捐赠家里的东西 晚上家里来了一位客人 是秀妍的爸爸 原来秀妍的爸爸当晚就去世了 让上万转送一言 也许失去才知道珍惜 秀妍非常的低落 此时潘木鼓励秀妍珍惜眼前人 还将相机给了秀妍 让他还给上万 此时 上万看着躲在柜子里哭的爱哭鬼 决定帮他完成最后一个愿望 爱哭鬼终于再次露出了微笑 非常开心的在菜市场买菜 晚上秀妍登门送相机 这次 上万不在秀妍主动要求秀妍进去一起吃饭 在饭桌前 上人感觉到有一次家的温馨 面对秀妍的询问 死之鬼都在帮忙回话 可是当他问到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死之鬼都不知道说 上万也没有正面回话 只是将他爸的遗言告诉了秀妍 也许刚才的谈话触动了上万 在秀妍走后 他就赶走了四只鬼 第二天 上万买了足量的天然气 选择在那辆出租车中自杀 可是在车里 他想了很多 原来在他脑海里都是秀妍的身影 所以这次自杀 还是失败了 他以为秀妍做了一份爱情便当 因为他想好好地和秀妍活一次 在上万表白后 秀妍拿起一块紫菜包饭 吃了起来 他问道 紫菜包饭里不是放菠菜吗 你怎么放水芹菜呢 上万随口回道 因为妈妈说 放水芹菜促进血液循环 嚼着嘴里的食物 上万梦中的身影终于回过头了 小时候 给他做紫菜包饭的就是爱哭鬼 也就是上万的妈妈 他知鬼是小时候保护他的哥 丑烟大叔是爸爸 变态爷爷是他的爷爷 在自外出旅行时 他们出了车祸 只有被妈妈紧紧保护的上万逃过一劫 也是因为经历这次车祸 上万丧失了这段记忆 想起这一切的上万拼命跑回了家 当然四只鬼也在家里等着他 望着陪伴自己身旁的亲人 上万眼眶瞬间红润了 上万恳求妈妈带他一起走 爱哭鬼说妈妈对不起你 丢下你一个人 但是你要好好地活着 我们会永远陪着你 故事的最后 上万和秀妍终于结婚了 没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然还要一直陪伴他的家人 本期故事选择韩国的温馨鬼片 开心家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片观看哦 好